新城乡109年原住民部落环保防衣布口罩套DIY演习活动 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开设四个班次 每班约20名共计80名部落相亲参与演习的课程 乡公所聘请到了家政教师授课 以剪、量、折、缝、烫等步骤 以分组的方式进行口罩套的制作 凝聚部落族人团队合作的精神 也培养部落种子教师人才 训练后由种子教师加以推广 加强乡亲以及部落的防疫观念 现在向原住民部落防衣布口罩套联习 并且在新城乡原住民文物馆举行 每个小时开班一次 一次到中午12点为止 并且开班四个班次 每班20名共计80名部落乡亲参与 相公所并且聘请家政教师授课 以剪、量、折、烫、缝等步骤 以分组方式进行口罩套制作 凝聚部落族人团队精神的合作 并且培养部落教师人才 训练之后由种子教师加以推广 加强乡亲以及部落防疫的概念 相当合理的和乡亲共同参与活动 关心乡亲学习的情况 并且宣导防疫的知识 防疫如同作战 我们公所为了让我们现在乡亲对于防疫的管理 除了我们到政府各个指定的场所去买口罩以外 公所推动布口罩套的一个名词的制造过程 请部落的妇女乡亲80位的总子老师 到我们的研民所所举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制造布口罩套的这个课程 藉由这样的一个课程 能够加强我们的这些部落对于整个防疫的一个观念 藉由他们联系之后回去各部落 然后让我们的主人共同来写起布口罩套的这个制造 由他们来开班授课 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 就要让部落提高对于防疫的紧接性 我在讲防疫如同作战 甚至我们也跟发年这个发年建议来购买4000个布口罩 到时候来发放送给我们乡里面老弱妇独 或却需要这些布口罩套的这些乡亲 让他们提高对于防疫的观念的一个重视 贵台表示因应法定传人疾病2019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措施 乡公署也为乡亲做好防疫的前线 从管制国家回到民众乡公署 确实已加强控管居家隔离的情况 并且规划各社区以及长州中心提供防疫酒精等防疫措施 而在此活动透过口罩的延期制作 向部落乡亲宣导正确的防疫知识 将防疫观念推广到全乡 期盼大家共同维护新城乡的健康环境 配合公所政策 让新城乡成为居住生活最安全的幸福强症 记得终于学校报导